秦天圣大家可能都认识 但是他的儿子大家还有所了解吗 今天来玩来自超能勇士金属变体二代系列里比较特殊的一个角色 秦天小圣 Optimus Minor 由于当年超能勇士第四季的企划被海质宝公司取消 所以导致了一大部分获得金属变体二代形态的角色没有进入动画的机会 虽然在2018年的时候 IDW公司用漫画的形式让许多没有进入动画的角色获得了登场的机会 但是修改了一部分角色的原本设定 这个秦天小圣就被修改了 他原本的设定就类似于金属变体恐龙那样 是由霸王龙将新兴队长的DNA注到一个空白原生体中 并且用金属变体二代驱动器强化了一下 然后创造出了秦天小圣 但是IDW公司给他的设定是平衡仓被量子流冲击然后激活的 甚至在日版LG系列的漫画里 他还变成了新兴队长的儿子 人物设定就差不多这样 来看看玩具 他的尾巴可以按照自己喜好调整 并且可以斜着放 感觉怎么放好看就怎么来 在腰部这里是他的火种 下面来看看这款的变形结构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这个变形结构我觉得还可以 就是总是给我一种变了和没变没什么大区别的感觉 可能是由猴子作为野兽形态吧 这个四个手的设计确实是有点影响不到 值得一提的是这款的电镀非常牢固 没有金属变体二代系列的通病 由于脚步是个球形关节 所以这款还莫名其妙有了接地 也算是一款比较不错的玩具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就是